拿下它我就是凤凰蛋 行 安排 虽然只是小鸡蛋 但是还是想上个凤凰 这有 有鹿 第二关还行 至少人看见鹿了 加了个销毁也无妨 不是 咱别得寸进尺啊 这黑球你给谁放的 这他喵就属于给个巴掌的赏个甜枣 一关看得清 一关看不清 哎 作者 你别太过分了 答辩洋葱圈就算了 还听喵的就黑就黑的 你啊 你适合做老六徒啊 现在再看这几个冰块 真是没清目秀 第一层到这里就结束了 希望第二层可不要作妖哦 咱就说这里必须 他们要的一个功德加一啊 这小木棍一点都不细狗 作者说第一个可以跳扑 不信 行行行 你留过一啊 你留过一 这里我们需要开滚动再空气跳 旋转直线没难度 众所周知彩虹桥是有空气墙的 大胆跳没关系 简单 左右横跳躲避销毁 轻轻松松 这里我们先电箱三段跳 接个荡秋千 拿到箱子后再向上点 取弹板扔呼进传送门 这里就是一些机操了 没什么好说的 注意上了弹板之后 需要接一个滚动 接下来就是道具的综合性训练 也是非常简单 我随便跳跳 大家随便看看 跳上这几个弹簧水母 基本上就快到终点了 啊 这他妈水母有脏东西 我说通关率怎么这么低 肯定是有原因的 不是咱存档的啊 算了 这里需要开滚动 否则距离是不够的 啥也不是赛会